楼价于年初至今一直稳步上扬。根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。 美联楼价指数连升7个月,并且预见趋势将会持续。楼价截至上升,市民亦纷纷加快上车步伐。楼市交投平稳向上。当中二手市场尤其次热。今年7月份二手注册注册中数六得6,443宗。 对比去年同期急升近四成。楼市价量齐升,加上现时低息环境及在林郑plan的带动下。不少买家积极入市,个别买家甚至高价接货。但相关买家要注意楼宇股值未必即时反映最新市况。 导致出现股价不足的问题。股价为银行批核按揭的重要指标,并直接影响银行最终批核承受及贷款金额。审批按揭时,银行一般先委托股价行对物业进行估值。影响估值因素更多。 包括同屋院类近单位的最近成交记录。 物业类型,单位质素,座向,景观,以及轮近配套等。 而当遇上股价不足或时间紧拙时,买家或需要抬钱上会。 试举一例子,某单栋楼成交价为800万元。买家育成造借80按揭借贷640万元。 但该单栋楼的过往交投量稀少。银行于股价上较保守。最终股价为700万元。 而买家首期不足。即使借尽九成按揭,630万元。 亦要额外支付10万元上会。以上例子反映出,借尽按揭乘数并预想股价不足时。 最终只能抬钱上会。而情况严重的更有可能撻定收场。 最近有报道指出现罕见连环撻定个案。一名换楼买家,因出售资源有物业被买家撻定。 资金未能及时回笼,导致新买入物业也被逼撻定。 租业主杀定数十万元。现时越多买家以高乘数按揭常会。 根据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最新资料显示。 今年首七个月新取用按揭保险计划贷款中数及金额绿得1.3261万宗及729.26亿元。 较去年同期急升于三及四成。不者建议,承造高乘数按揭的买家要预留更多资金预算及时间。 以应对股价不足的问题。假如各下遇上股价不足的问题,有没有拆解方法呢?